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样呢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啊 这是理论上的理论研究当中的一个教条主义 不要附加它太多的东西 他研究了什么没研究什么 这个刚才有的这个同学提问提的很好啊 就是说这个罗沙卢森堡对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的修改 这个比方说关于积累的问题马克思也提过了 为什么这个罗沙卢森堡要去修正他啊 这个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为什么呢就是说讲这个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关系 资本主义这个必然要这个消灭非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马克思在哪儿提到过呢 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如果你们去讲一下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的时候 资本主义不管是用这个和平的方式 还是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 暴力的方式 他都要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全球 是吧 也是马克思有这样 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啊写出来的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啊 那么把它把它写出来的 但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是没有经过认证的 就是缺乏认证的 他的认证是什么呢 他在资本认证里面作为共产党宣言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认证 如果要是没有资本认的话 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只是表明了一些 只是发表了一些观点发表一些意见 他不能使他的这样一些思想成为一门科学 那么这样一个科学认证是在资本认里面 而在资本认里面 马克思的认证实是以英国为典型国家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认证里面啊 只是讲了纯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发展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认证 而没有涉及到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关系 帝国主义和全球 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关系 罗沙兰罗伦宝修正的是什么呢 他也可以说是发展了这个马克思的 是征询了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共产党宣言的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他要完成这样一个科学认证 完成科学认证 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他的这样一个 共产党宣言的思想 并没有完成他的科学认证 而这样一个科学认证呢 卢森堡是想离途完成这样一个科学认证 这就是罗沙卢森堡啊 他提出资本积累理论的这个价值 当然这样一个科学认证呢 并不是说卢森堡一个人就做完了 他后面包括我们现在 很多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在做 而且在这样一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阶段上面 他发生了很多的争论 如果我们联究第二国际的话 我就说第二国际是一个非常值得联究的 就是说对于马斯的这样一个 这个思想的一个修正 对于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 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这样一个认证 实际上都是在这一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不联究这个时期的思想 不理解他们是怎么去认证它的 从理论而不是讲的观点 是怎么去从理论认证它的 我们就不可能了解 我们现在思想的很多发展的 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它是怎么沿着 这样一个科学认证来发展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 它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认证的 这样一个修正来完成这样一个 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或者说世界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世界历史的运动是如何可能的 我不能讲这个世界历史 我们有一个世界历史就完了 而且世界历史的运动是怎么样的 我要做一个科学的认证 做一个科学认证 所以尽管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马克思讲了这样一个 世界历史的观点 但是呢 它是没有缺乏科学认证的 那么这样一个认证呢 是要在他的这个资本认里面去寻找的 而同样的这个卢森堡讲的资本积累认呢 也是想完成这样一个认证 完成这样一个科学认证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那么政治哲学 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的实践 要给予一个科学的认证 也是卢森堡所要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这样在这个时候 它是双方发誓的这样一个真认 我们要从这个真认当中去寻找它 实际上这个真认的焦点是什么 他们要做出一个对这样一个认证的 这样一个合理性问题发生的一个真认 所以我们把这个理认的真认 不要把它简单的和这个政治 政治观点把它这个画的等号 当然它和这个政治立场 政治观点当然是不可分的 但是我们这个去思考的时候 着重要看它的这样一个 这个理论认证的这样一个力度 和它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是我们哲学 也就是说我们理性思维 所要做的问题 所要做的一个工作 所要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马克思哲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理性的支撑点 它是不能成立的 就像我们现在讲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 那不是一个空的口号 如果你仅仅是螺丝在口号上 叫人们去用一种思想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观点上面 去灌输我天天讲这一句话 那么没有哪个 你的社会主义实现不了的 也没有哪个去相信 你社会主义 是吧 所以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一种 理性的这个科学的认证上 那么它才是可行的 它才是有可行性的 为什么说这个共产主义啊 就是讲从空想变成科学 它就要经过科学认证 就是要有你的这样一个 要有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认证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说卢森堡 它在这个政治哲学的时候 它也是离途给予一个 这个社会主义实践的 这样一个科学认证 而这样一个工作呢 可以说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 第二国际开始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第二国际 特别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包括这个列宁思想的探讨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这一个部分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这个研究里面呢 可以找到我们很多 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 这样一些问题和它的 这样一个资源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关于这个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 就是说罗沙卢森堡啊 关于这个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 这样一个思想呢 是通过批判白恩斯坦有关社会主义 问题的观点当中啊 散发出来的 散发出来的 就是说白恩斯坦以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制度的 这个制度的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新的变化 他就否认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他就认为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 过渡到社会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 那么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认证啊 他的这个认证点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这个马克思当时讲这个资本主义啊 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啊 就是说一定要通过这个革命 通过暴力革命来砸碎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国家机器 然后才能过渡到这个 就过渡到社会主义 所以这个马克思在这个国家理论里面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很重要的观点 他就说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为什么一定要砸碎这个旧的这个国家机器 他说随着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 这个私有制的发展啊 发展到这个资本主义 那么这个国家的职能啊 他不是逐渐消解了 而是他的这个专政的职能 是越来越强大了 越来越强大了 那么他的这个一个宣传工具啊 就是说这个不可能 他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然后加上他的这个国家和暴力机关呢 就是说维持这个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空前的强大 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啊 你要实现让在这样一个国家当中 你要实现这个无产阶级的民主 想要实现这个就是功能要活得自己的政治权力 活得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地位啊 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改变这个制度 那么功能阶级呢 才能活得自己的权力 才能建立什么 自己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政权 这样一个政权才有真正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 才有社会主义民主 那么马克思就认证了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就是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啊 给你无产阶级有这样一个一个权力 但是呢 这个白恩斯坦呢 就认为他当时呢 是以这个英国 他说马克思不是以英国功能阶级 为这个典型形态吗 为典型形态吗 他说那么我也以这个英国啊 为这个典型形态来进行分析 那么现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功能 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由于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啊 这个功能啊 通过他们的这个工会 就是通过工会啊 和这个资本家交涉 那么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这样一个福利 比方说暑挡工作日 增加工资 就是说改善这个功能的条件 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呢 已经就是说很多人啊 就是说一些 就是说非生产的功能 他们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也获得了很多风雨的 这样一个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认为啊 资本主义社会呢 可以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因素 可以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因素 就是说你这个社会主义啊 不是和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 你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内部因素里面呢 把它生长出来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说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改善 这样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本身是目的 所以他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他你不需要啊 再去通过暴力革命活得这一点 你功能不就是要活得这些东西吗 那你既然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活得 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通过革命呢 一定要去通过革命呢 所以他就认为了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观点啊 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呢 可以说已经过时了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就过时了 就认为了这个无产阶级啊 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 过渡到社会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是白恩斯坦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啊 当时啊就受到了这样一个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样一个 引起了激烈的认战 开展了这个五次这个 开了五次大会来进行这个讨论 他当然大家也称了白恩斯坦同志 什么白恩斯坦也称这个卢斯堡 卢斯堡是最激进的 那么这样一些真能当中呢 就是很多包括这个李普克雷西啊 他就驳斥这个 驳斥这个白恩斯坦 他就说 那个白恩斯坦啊 你错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你这个 以英国为案例错了 就说这个马克思以英国为案例 那是什么 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前景 但是你举着这个英国 现在的这个案例 是英国啊 已经走向了这个功能阶级 走向了这个衰落了 它已经被逐渐了 这个英国功能阶级 它已经解体的已经衰落了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它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来说 它不具有这样一个前沿性和代表性 就是它不是处在一个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个 就是代表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方向 马克思当时分析这个英国的发展的时候 是英国的这个资本主义首先发展起来的 它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 而你现在讲的这个英国功能阶级的这样一个状况 它不具有典型性 它不代表这个方向 为什么呢 除了英国以外 大部分国家的这个功能阶级 还是在一个绝对的这个贫困 贫困当中 它非常的贫困 而且呢 没有像你说的这样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环境 而是不断的发生这个革命 还有这个帝国主义 对这个非政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侵略 所以现在的时代 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平的时代 你以英国为典型的时候 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你把这个时代啊 这个它的主流和性质把它判断错了 所以它这个对白恩斯坦的这个批评啊 它也不是纯粹的一个政治论证啊 就是说通过它的这个 你举的这样一个例子 你的这个分析啊 这个出了问题 所以你就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 在这样一个论证当中啊 被公认为 这个原来呢 卢沙卢森堡呢 被公认为是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运动家啊 组织者和运动者 和运动家 而没有在这个理论上啊 这个 没有在理论上呢 就是说这个 被称为这个理论家 后来呢 在这个白恩斯坦的这个论变当中啊 为了驳斥这个白恩斯坦 后来这个卢森堡啊 就写了这个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写了很长 对这个 对这个白恩斯坦的这个思想啊 做了一个系统的反驳 并且是从理论上做了一个认证 后来从这个以后呢 就是卢沙卢森堡啊 就被看作当作是这个 整个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理论家 一个理论家啊 就是成为理论家 当然还包括他写的这个资本积累论啊 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著作就被称为当时啊 最富有创造力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来认证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这样一个实质 以及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他就提出来 他就做了一个区分 他说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啊 这个我们上面讲了 就说他提出一个基本观点 他说社会民主党认为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 有则不可分隔的联系 因为在他看来 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 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这个刚好跟那个白恩斯坦相反啊 白恩斯坦强调了社会改良是目的啊 社会革命是实现的手段 如果这个手段 现在已经没有条件了 我们也可以不要它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改良方式来实现啊 来实现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观点啊 对于这样一个观点呢 罗沙鲁森堡啊 分别从这个逻辑层面和历史层面上啊 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 从逻辑层面和历史层面进行分析 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社会革命是目的 这个社会改良呢 是斗争的手段 斗争的手段 那么这样呢 他就依据这个人类历史规律啊 在逻辑层面上呢 做了一个分析 首先呢 他做了一个逻辑的分析 他认为啊 他说根据这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那么就是说社会的发展 一个社会形态的变革 它是不是有一个质和量的一个区分问题 是吧 作为社会形态的变革 它有一个质和量的区分问题 那么在作为一个社会形态 到另外一个社会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 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质变而发生的 通过质变而发生的 而是这个社会形态内的这样一个变革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量的变化过程 社会的一个量的变化过程 那么他说 在这样一个 就是说社会形态的质变和量变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通过两个不同的手段来完成 手段来完成 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变革呢 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 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 而这个 在这个里面 这个社会改良 它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是社会形态 一个社会形态 当另外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 它包括它的经济 政治文化 整个的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那么这个质的变化 只能通过革命而实现 而社会改良是什么 合法改良是什么 它是一个 在社会质变阶段当中 它这个量变 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 你是一个制度的量变过程 那么这个制度的量变过程 它只是什么 它只是什么 一个维持你这个政治的 这样一个变革方式 所以它是通过 合法的改良来实现的 合法的改良来实现的 所以呢 它是这个什么 革命啊 一个量的 一个积累的过程 一个量的积累过程 这个思想的 这样一个认证啊 这样一个认证 你看起来好像 就是说 从这个逻辑上啊 就是社会形态的变革 它这个强调 这个社会形态的 质变和量变 那么这个质变呢 它是和革命相联系的 就是和革命呢 它是通过革命而实现的 而它的这样一个量变 而它量变呢 它是通过改良 是一种合法的改良 那这样一个改良 它就说是一个 制度的变化过程 也就是说 你要建立一个 一个一个制度化 使它合理化 那么你必须要通过 一种改良的方式 而不是说革命能够代替的 不是革命来代替的 这两种方式啊 它的这个区分 后来不仅仅奠定了 这个对白恩斯坦的批判 也奠定了 它的这样一个 对社会主义 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探讨 它为什么会和这个列宁 以及那个卢森堡 发生争论 我们上一次讲了 它讲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它就想 既然这个 特别它强调 为什么这个反对 这个俄国啊 就是说 这个 把这个 杜克把它解散了 解散了 它就说 这个 从这个 它和白恩斯坦 我们可以看到 它几个 这个 这个 区分的这样一个 它的 主导 它这个政治哲学 思想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主导性的 这样一个 观点 一个观点 它就说 社会形态的变革 那么白恩斯坦 就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 变革过程 变革过程 它可以通过 改良来完成 而罗斯坦 就认为 你是 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 完全是两种 不同的社会形态 所以它只能 通过革命来完成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在 这个社会质变上 它和白恩斯坦 在社会质变上 的一个区分 那么作为 量变来说 量变来说 它就是和 这个俄国革命 发生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不同的观点 所以 列宁说 它在这个 俄国的这样一个 革命的这个问题上呢 它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 那么它的这个错误 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 就它的思想和 这个列宁思想的 区分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认为啊 你社会主义的 民主制度 它是一个 改良的过程 所以呢 它是以这个 自罚性啊 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应该通过 这个自罚性 起作用的 任何的强制性 任何的一个强制性 以革命的方式啊 你是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的 你比方说 你说社会主义好 你要通过什么 人民自愿的 来觉悟它 觉得它好 然后你才会选择它 而这个自罚的 这个就是 它的这个自罚性 就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 这个人民群众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 一个共同的意愿 共同的意愿 当时他反对 这个俄国 这个解散杜马呢 他就说 你不论以这个群众 没有觉悟来解散 就是解散这个杜马 好像这个议会 就不起作用了 你要相信群众 能够自己教育自己 所以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过程呢 他说你有这样一个 杜马的这个藏伙 它就有一个什么 群众参与 这个社会主义民主 来监督你这个官僚 监督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有参与 这个民主的 这样一个权利 这是一个职能 那么第二个职能呢 就是说群众啊 要能够自己教育自己 他能够在这样一个 就是自己训练自己 他第一次不会 他第二次就会了 他逐渐他就会了 他会选择自己 所以还有一个 自己教育自己过程 你把这个杜马都封掉了 他就没有发言权 他怎么去训练自己呢 是吧 他在什么场合下 来这个参与到 你的这样一个机构里面去了 所以这样他就发生了 一个非常尖锐的 这样一个真论 这样真论呢 所以他说 当然他说这个 在博尔什维克 这个在战争年代 他说是可以理解 以这种专政的手段 民主集中制 他特别反对民主集中制 他说这个民主集中制 本来就是一个矛盾 民主了 怎么又集中了 那集中到哪儿去呢 是不是 他说你这个 不是就是对这个民主的 一个否定吗 所以他说在战争时期 他是可以的 但是在正常的社会主义 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 他说他的民主制啊 应该是按照他的想法 就说你是要通过改良 就说通过这个合法的改良 就说他是一个渐进的 这样一个制度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渐进的制度化的过程 而不能通过革命来完成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实际上这个卢卡奇啊 批评这个卢森堡呢 已经他们赞成列宁的观点 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列宁和这个卢卡奇呢 他们虽然也强调这个制法性 强调这个改良 但是呢 他们都认为啊 这个革命能够帮助完成 这个苏埃的这样一个 民主制度的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卢森堡根本不相信 他认为社会主义 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设 他只能是 因为他你作为民主 他是一个制度的建设 他不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变革 所以他一定是通过 这个合法的改良来完成的 合法的改良来完成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所以卢森堡在 这个逻辑层面上啊 他就驳斥这个 驳斥这个白恩斯坦的时候了 他就强调 就是说要把这两个 要把它区分开来 就是革命和这个改良 他们到底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环境下发生的 它所起作用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起作用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应用哪一种手段的时候 来分析的时候 你要区分他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在哪一个你完成 你需要解决的任务是什么 只有这样对起来了 你才能够来区分这个问题 那么在逻辑层面上呢 他就把这两个区分开来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社会革命呢 它是一种通过这个 是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而合法的改良啊 是维持一种制度 政治生存的手段 生存的手段 所以相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来说 它只是一种社会革命的一个量的积累 它是为夺取政权所准备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把这个从逻辑上了 把这个从社会形态的质变和量变上 把革命和这个改良 这两种功能把它区分开来了 区分开来了 这是他第一个逻辑层面的分析